在这个视频里,我来给你讲讲算式的最值问题 比如给你1到6这6个数字,分别填入这个算式的框中 问你这个算式的结果最大是多少 为了使成绩最大,那这两个成数就得尽量大 所以你得把最大的俩数5和6放在最高位 然后把剩下的数里较大的3和4放在中间位 最后把最小的数1和2放在最低位 5和6比较随意,所以你不妨把6放这儿,5放这儿 可之后的3和4,1和2该咋办呢 其实由于数字所在的数位已经确定了 那这些数无论你怎么放,所构成的俩数和都是不便的 那根据合同进几大,只要俩数越接近,成绩就越大 所以600多这个较大的数,后头填的反而应该尽可能小 500多这个较小的数,后头填的反而应该尽可能大 因此把3、4填入这俩框时,较小的3应该填这儿 较大的4就应该填这儿,而把12这俩数填入这俩框时 较小的1就应该填这儿,较大的2就应该填这儿 所以这俩乘数就是631乘542,算一算,结果等于342002 在刚才的例子中,你只要先根据数位越高,数字越大 把数字分好位置,然后再根据合同进击大 把数填入框中,就能得到是成绩最大的俩数了 简单的情况搞定了,咱来看复杂一点的 现在告诉你,这俩乘数必须都得是基数 其他条件不便,那该咋办呢 老法子,把最大数放在最高位,次大数放在中间位 最小数放在最低位,然后再根据合同进击大 把相应的数字填入框中,就是这样 不过这回提摩还要求这俩数是基数 那2这个数字就不能出现在个位了 你得找一个基数跟它交换位置 为了保持成绩最大,就得保证所做的调整幅度尽量小 那就先同位交换试试 哎呀,咋换2都还在个位 这可不行,没办法,只能去10位看看了 这里有个3,那你只要把3和2换一下就偶了 现在个位是1和3,满足基数的要求 所以这个算式就是621和543 那成绩算算就等于337203 俩数都是基数理会了 那如果把要求感觉这俩数都是3的倍数又该咋办呢 这回既要成绩最大,还要俩数都是3的倍数 那咱就得先满足成绩最大的要求 在这个基础上再调整成3的倍数 最大的情形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这样 那咱再来看看咋调整吧 3的倍数得看数字盒 6加3加1得10 5加4加2得11 要小是3的倍数就得调整这俩的数字盒 为了保证成绩最大 那调整幅度就得最小 把10变成3的倍数 最接近的就是9 数字盒就得减少1 就得用较大的数去换较小的数 从同位之间来看 个位1比2小 10位3比4小 换过来数字盒就变大了 反而没戏 不过百位数字6比5大 这个可以 那数字盒就是5加3加1得9 总算搞定了 那这俩成数就是531乘642 得340902 这就是符合体的最大值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对于算式的最大值问题 只需要先根据数位越高 数字越大来给数字分好位置 之后再根据合同进气大来构造俩数 如果还有特殊要求 那就对结果进行微调 保证调整幅度尽量小就行 所以优先考虑在同位之间进行调整 实在不行 再去考虑不同位之间的情形 怎么样 你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赶快去做题赚金币吧 不会进行调整 text 我可以来说 那下来是什么呢 这下来是什么的 每个人都可以是什么的